Hello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学到了IGS K5的下车了 第十九课 家乡的萝卜饼 讲的是美食了 Chinese food 中国有很多地方 每个地方它的食物 食材是不一样的 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菜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菜 你像中国呢 有这个非常有名的菜系 比如说川菜 川呢 这个是四川的川 四川的川 川菜 它就会比较辣一点 辣一点 还有这个比较有名的山东的 山东的简称呢 是卤 这个字 卤啊 卤 卤菜 还有什么 粤菜 粤呢 是广东 比如说粤语的粤 粤菜 有不同的菜系 这些菜系 比较 比较system 比较成体系 比较有名一点 这个我们 这一节课呢 会学习 这些美食 它的一些 一些形式 怎么做的 比如说 看一下这个 Warm up 一 比如说这个 那这种是油炸 油炸的 我的印象里 西餐呢 或者说 很多油炸的 会比较多一点 油 这个是油炸 煎 煎 油炸 这个火 这个炸 炸药的炸 油炸 第二张图片呢 是什么 这个是草 而且是 火都有了 我们说是爆炸 sorry 爆炸 火是旁 然后是爆炸的爆 爆炒 这个字 爆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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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之旁 有火的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什么 这个是煮 这个是煮 煮 火锅 这个是火锅了 煮 那种方式是煮 煮火锅 煮东西 煮 嗯 I'm sorry 那上面呢 是这个字 折 那上面是四点水煮 用水煮的 煮 比如说煮饭 煮菜 煮火锅 OK 那第二个呢 是从本课生词 生词表中 找出与饮食有关的 这个词语 填在下表 那我们等会 学习生词的时候 再来 比如这个名词 和形容词 你像这个名词的话 比如说口味 嗯 烤味怎么样啊 这跟食物有关 然后喜欢吃可烤啊 我们自己来学一下吧 比如说形容词 比如说形容这个烤味的 可烤 delicious 那还有什么 辣的 辣 这是个心字 然后这左边呢 是个树 这是辣 辣 胶字怎么写呢 胶 它是个木字旁 然后加一个梳字 它读胶 辣椒 嗯 cherry来 嗯 还有什么 苦的 苦 嗯 然后呢 还有甜 还有什么 味道 还有酸 对吧 酸 嗯 酸 嗯 嗯 嗯 那这是 一些 词语啊 等会再看啊 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 课文 生词部分 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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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Hom Town Native Place 那我的家乡 Hom Town 嗯 我在深圳工作 那我的家乡呢 在九江 嗯 江西Province 萝卜 嗯 我一般是用Nadish 哈哈 萝卜 Tenip 嗯 萝卜 嗯 怀念 怀念 To miss To feel 嗯 怀念 想念 想念家乡 怀念家乡 我还是有点痛 嗯 色彩 Color 啊 想念 To record with Longing To miss 也是 想念 想念 怀念呢 嗯 嗯 怀念跟想念 有什么不一样呢 怀念 啊 一般是已经 不会再回来的 事情 比如说已经去世的人呢 我们用怀念 啊 嗯 嗯 怀念已经去世的奶奶 啊 怀念 哎 昨天是什么 昨天是Tom 啊 Sweeping Day 嘛 啊 那就是 扫墓 扫墓 新明节 那就是怀念祖先 啊 怀念我们的 Idiot Ancient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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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祖先 用怀念 呃 呃 想念爸爸妈妈 你不 不能说怀念啊 呃 哈 嗯 清 啊 清 啊 这是 呃 Glinish blue 呃 色 清清 河边 操 那一首歌 我忘了歌词 赏心悦目 赏心悦目 都让心情和眼睛都很开心 表示很好看 很欣赏这个 我们来个课文 家乡 我的声音好像都糊了 怕上火 打个广告 怕上火就喝王老鸡 这个是中国的一种茶 一种茶 饮料 王老鸡 上火的话 或者喉咙不舒服 都可以喝 会比较好 家乡 众多美食中 萝卜饼是最让我怀念的 他那色 他那丰富的色彩 微甜 微甜 有点甜 的口感 你像那个名词 这个口感 口味 对吧 那形容是微甜 很丰富的色彩 会上面去 这个菜呀 他讲就是什么 色 香 味 色香味 就是它的色彩 它的 它的 闻起来 也要 要很香 然后味道呢 也要delicious sorry 我的感冒还没好 要色香味俱全 这才是一道好菜 色香味俱全 所以它的色彩呀 它的口感呢 它的这个气味呀 都要好 有一些有一道 中国有一道 比较有特色的 它的这个原产地呢 是这个 藏商 最有名的 叫什么 叫 臭豆腐 叫臭豆腐 那闻起来不好 但它吃起来呀 就 它也不好看 那就黑色的 它是黑色的 不好看 闻起来也不好 但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很多人呢 不敢吃 OK 家乡的萝卜呢 它有青的 红的 纸的 三种 三种萝卜 看起来呢 赏心悦目 吃起来 青的 甜中的 带点辣 红的辣中 带点什么 带点甜 指的像三泉般 清淡可口 应该像这种 有白的 青的 红的 萝卜 那这个 父老乡亲 那就是 父老乡亲 父老呢 就是 our parents 然后乡亲呢 neighbor neighbor 花他 橘子 葡萄梨 把它比作 橘子 葡萄梨 比不上 比不上咱们的 萝卜皮 我也特别喜欢 吃reddish 非常喜欢吃 萝卜 萝卜的话 有非常多的 做法 比如说 一种简单的 做法 我家现在就有 就叫 腌 腌制 腌制 你把它放上 这个醋 用这个醋 用醋 用醋呢 去浸泡一下 泡一下 然后这个萝卜呢 会什么 酸酸甜甜的 还很脆 一咬 非常好吃 萝卜饼的做法呢 极其简单 既不必炒 也不会 也不必煮 这个组字 我刚才写错了 这个组字 上面是个子 中间呢 这是个日 一痕 我刚才写成一痕 也不必油炸 先把三色萝卜呢 洗净 洗干净 然后切成湿 切成湿 放肉油啊 盐等等 用筷子呢 用筷子搅拌均匀 那 萝卜饼的原料 便做成了 这个是原料 那 最关键的是呢 功夫呢 是擀面 就是那个面粉 然后加入水 然后这样 用一根棍子去擀 这个擀字呢 是怎么写的呢 首先是个提薯糖 对吧 提薯糖 然后呢 加上这个 然后冷 然后加个干子 叫擀 都擀 高薯往往把面擀得什么 薄如白纸 就是你用棍子压 压 来回来压 压才很薄 拌好的萝卜丝呢 铺到饼上后 得再折叠两三次 要求饼熟之后呢 麦皮是透明的 Oh my god 能透过表皮呢 看见萝卜丝 这个就很厉害了 最后呢 用刀 把它切成块状 饼呢 便做好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绳子 这个是斑 就是 像什么 什么一般 像什么一样 这个斑 这个是清淡 light flavored 就是这个 香料比较少 清淡一点 可口 anasty delicious 瓜 the blouse 橘子 orange 藜皮 草 草 草 stair fly 煎草 草 中国炒菜呢 有个比较少子 这个饭铲 说扫 或者说铲 再拿着炒 炒 小瓣 然后呢 这个是 切 切成湿 切成湿 jit light 搅拌 to mix 均匀 均匀 well distributed 均匀 这个原料 low material 这个 就用棍子 就滚 然后把它把它压 压成这个 很薄 薄呢 是thin thin 折叠 fot 透明的 透明的 transparent 这个词我 见的比较多了 透明 就是我做 用photoship的时候 或者说去设计 设计广告的时候 把这个图片设置成 透明的 这个程度 不一样的 调 零 零 是spatter 啊 spatter 零 用这个 油啊 是 零啊 比如说 淋雨啊 下雨了 我被淋湿了 淋湿了 零 倒在人的身上 零啊 啊 哎 中文有句俗语啊 他们谁 你叫什么啊 压 压背上 淋雨 压背上淋雨 表示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作用 压背上淋雨 啊 没有作用 啊 doesn't work 为什么呢 压背上淋雨 它 那个雨啊 它这个水啊 不会说 淋进这个 鸭子的这个毛里面 因为会被它这个 它的羽毛很光滑的 雨一淋 它就会 落下来 落下来 它不会进到毛里面 不会打湿这个压 所以压的毛 嗯 啊 这个词 压背上淋雨 搞什么 嗯 not work 嗯 比如说你 你骂一个人 啊 你骂他 但是没有用 但是没有用 你可以想 你真的是压背上淋雨啊 啊 骂你也没用 啊 然后呢 这个是 tran cycle 嗯 烫啊 t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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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燙啊 太燙了 这个呢 这个字很 它是一个什么 会议字啊 还是个会议字 比如说这个上面是tangsob tang 热湯是什么 hot的 火呢也是很烫熟的 这个很热 very hot 它也可以做一个动词去烫 烫什么 去热什么 太难受了 OK 这个呢是盖 作为动词或者名词 一个盖子或者把盖上 我鼻子太难受了 大家注意别感冒了 最近太容易感冒了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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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 to be banned 湖了 比如说 你去什么 去煎一个东西 或者去炸一个东西 去炸一个东西 油炸 油炸的炸 对吧 油炸 那还有一个动词叫煎 上面是一个 上面是一个钱 上面是一个钱 然后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什么水 四点水 油 放在油上面去煎 如果说你没有注意的话 不小心的话 它就会被炸糊了 它这个形声字 它的发音是糊 然后这个是米 米呢 随大的 汤 火是什么意思呢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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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 fight, gentle hit, 文火, 文就是没有, 文蹭,就是take advantage of at the time when, 口味,test flower, 课文。 这个是不是这个萝卜饼 看着就好吃 我还没吃早饭 接下来拿一个平底锅 你拿一个平底锅 先在锅里淋上一圈油 淋一圈油 就是慢慢的倒淋 淋油锅烫熟时将切好的萝卜饼 然后一块一块的放进锅里 盖锅前是放一些温水 以防糊底 对要放一些水 不然底就糊了 火最好是用温火 Gentle or Slow Fat 等能闻到香味的时候 便可以开锅了 那萝卜饼呢要趁热吃 喜欢烤味重的 可以加一些少许的 一些少许的 里头酱油和醋 刚才我那个醋子写出来 刚才我那个醋子写出来 Oh my god I'm a DJ 来写一下 这个呢 是辣 比如说中文的辣肉 很好吃 辣肉 那这个是醋 这个醋 作为这是我们的一些调料 调料 醋 刚出锅的萝卜饼呢 香味铺比 外交理论 我喜欢外交理论的 就那个焦呢 它有一点点糊的意思 就很不脆的 吃上一口便让人永远忘不了 这个是 这个是酱油呢 酱油叫 酱油 酱油 这些中文的一些 厨房里面的一些调料 盐啊 醋啊 还有味精嘛 味精 还有酱油 醋 嗯 这个是 浇呢 论论 soft tender 论 论论的 特色 特色 嗯 distinct dinctive feature 这个 谈 谈 谈 sputum 谈平 unsafe well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嗯 如今呢 美食家们呢 对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生活水平更好呢 就就想尝试很多很多的一些口味食品啊 嗯 美食的话我觉得它是对生活的一种乐爱嘛 你喜欢吃美食就包括你去做饭啊都是很好的一种乐爱生活的方式 包括你喜欢给家人做饭呢对吧 就是非常温馨的温馨的一件事情 温馨的一件事情啊 比如说你给爸爸妈妈啊做一顿中国菜 嗯 比如说你啊 以后成家以后呢 啊 给儿女做一顿可考的饭菜 哇 那太温馨了啊 嗯 嗯 嗯 我觉得 美食 包括 厨艺 都是人们生活的 很重要的意义的一部分 嗯 比如说你 你成家立业之后 嗯 大家都忙着工作 那如果说是哎 回到家里大家一起 一家人一起做一顿饭 这是很好的activity 啊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他们不仅要观色 闻香啊 肠胃 观 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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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色香味 然后它的形状啊 刚才 看色香味还有形啊 都要俱全 形状 而且要求食物呢 要有养生 啊 养生方面的特色 要对身体好 嗯 我想 家乡萝卜饼呢 完全呢 具备是几个方面的条件 人们不常说吗 啊 鱼生火 啊 这个肉身痰 啊 就是我们的烤水啊 这个烤水 痰 哎呦 你有烤水 你才会有味道 啊 青菜 萝卜保平安 萝卜 萝卜是啊 是非常好的 这个食物啊 嗯 养生的功能 让我呢 更加喜欢它了 吃萝卜呢 吃青菜啊 是对身体好的啊 萝卜里面有有维生素啊 Vitamin 啊 或者这个后 那我们先学习这个 先学习Warmup和这个text部分 New words部分 大家能多熟悉一下 下一节课在上那个notes部分 OK Any questions come below See you